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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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啥 我这车搁这不行了 那个警察来了 搁这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你这开车哪有这么开的 听不话 他问这是哪啊 你儿子刚走 我不知道这是哪 你刚走 你不知道 这大喜怨后神 快过来 你这是违法停车 先给你做个笔录 车主是谁 什么叫车主 车的主人 我儿子给我买的 那就是你的车呗 我的车 姓名 姓赵 名字 赵氏者 我没问你赵氏者是谁 我问你名字叫什么 我名字叫就赵氏者啊 世界的事折着巴巴来折 年龄 53 你这快不行了 你说啥 我53就快不行了 不是 我说你这车 底盘都漏油了 咋还伤到呢 这车是新买的 这秋妻啊 这不看不出来吗 你这啥车 秋妻 你这不秋秋吗 七首被秋秋吗 这车 挺贵的 这个车到你手也不值多少钱了 不是 我五千块钱买的 我儿子花了两万五修的 这车厉害啊 我跟宝马都飙个车 你这车跟宝马飙车 有一天下大雾嘛 看不着 我就为了省电我也没打灯 我就跟他走 走走 光家就给他闯上了 往我瞎着我跟他积眼了 你停车点不告诉我一声呢 他说那我都进库了 你咋还敢 你啊 你那是给人追尾了 是追尾了 赶紧签字 别的 我说你能熟悉 等他来他说认识你队长 跟我没关系 不是 不是有关没关系的 真的 开4S店的 谁啊 叫三毛子 你看 这孩子 不省心 这孩子 爹 你干啥去了你 拿了你 跟人家说 那车你给停这干嘛呀 啊 车你跟你 这警察正搁的呢 搁的 查酒驾呢 就是我完了 你就撂这了 你干啥呢 我跟那边喝酒呢 干啥呢 上喝呢 喝这么多天 你呱一个电话 我这俩把我吓 警察尿 怎么的 我这些窗黑了 没错这 那个 你是他儿子 我是他儿子 这车是你开的 不是 你怎么来的 我开车来的 我开车来的 不是 不是 我妹 我司机开车 拉我来的 是 对了 他司机 拉着我 坐这车上了 他说你先等一会儿 我就睡着了 他说他拉他去 不对 不对 早上你不自己走的吗 我有事儿 我司机一直在那陪我来的嘛 不这个事儿嘛 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跟他对一下子 你怎么 这怎么 等我 你早不喝晚不喝 你在这儿喝啥玩意儿呢 哪儿呢 喝酒咋 那茶酒驾呢 我这我喝了一口酒 你茶酒驾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喝了吗 你开车了 我开车来的吗 晚你给我打电话 说车是我开的 那我咋整个 我没不知道你喝呀 你这是我亲爹 你这不把我扔里了吗 这不是吗 你不说你有人儿吗 你找点人儿啊 找谁你找谁 那妈 咽酒不咽人儿啊 现在也 逮住就完了 现在呀 到底怎么回事儿 那个我先打听打听警察 这玩意儿整个处理法啊 什么标准 按照新交通法规定 如果是酒后驾驶 就要出以罚款或者拘留 哦 那没事 罚点款 打平敌流就完事了是吧 什么敌流 拘流 打什么敌流 就进去了 还打敌流 如果是醉酒驾驶 那就要付刑事责任了 刑事 刑事就废了 就废了 就废了 你都怎么个标准呢 按照老百姓话说 半杯啤酒就是酒后 一瓶啤酒就是醉酱 对 一两白酒就是酒后 二两白酒就是醉酱 哎呀那 他喝半斤 半斤白 那跟他没关系 这咋子你喝多久啊爹 这还听不明白吗 那警察你在那里 我跟他解释就行 这个酒后驾驶就好比你打麻将 明白 喝半杯啤酒 就等于点个屁股 哎 喝一瓶啤酒 就是点个家 喝一两白酒 就是点个飘 像我这喝半斤往上 基本上就是三杠一票 单杂青彩杠的开 咔 满贯 行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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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回家到麻将去吧 车到底谁开的 我开的 那个警察我听了 这车那是我开的 我开你开啥 我开的 你啥开你不进去了吗 你不满贯吗 你我满贯 我我你天是个屁虎我开的 你啥胡这胖我也不能让你点 警察那个这胖是我点的 不是啊 这车是我开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哪开的 你上哪去了 我不知道你上哪了 我咋说呀 这车 怎么回事呢 安能老哥姐给我过生日 我跟你说实话 我是一口酒都没喝 完了我一直喝茶 我就去趟厕所 回来我一看都差不多了 我说咱这样杯中酒吧 我端起酒杯 我还以为是茶水呢 我喝完之后 我就觉得有点酒味 因为上次没处理过一回 后来我就 你说我 是 哎呀 是我开的 你就咋处理都行 好 车确定是你开的 是我开的 那你怎么上副驾驶来的 我看你 你啥我害怕了 我就装睡觉了 你跟他就过来了 爹 胡说大儿说你 你说你这招处得多搞 警察我都不怕你笑 我爹的都不递一回 头两天 拉他孙子出去喝酒 我儿子才四岁 他喝完酒开车回来 办到遇到茶酒后 他一看睡不好 搁车上给孩子灌好白酒 他一擦他说你吹一下 吹完说酒精超标 他说我没喝酒 擦什么标啊 你那玩意好死吧 那你还吹一下 我儿子吹完也超标 跟警察找懵的 对不起大爷 我们的鸡鸡坏了 别说了 你后来不也处理了吗 你处理这没事 我儿子回家耍三三九分 睡三天没谁来 你啥玩意 我不能这么干了 上次的事也是你老人家 是吧 这次没有的事了 来吧 既然车你开的 我这有测酒仪 来验一下 你到底喝多少 屁股 怎么没反应呢 你看你看 还死活啊 你说 你这好好吹吧 你 是不是往回抽的气啊 好好吹吧 这啥死就是 还是没反应啊 啊 怎么回事 是不是急急又坏了 不可能 吹坏了 我吹一下 满棍 叔你到底喝酒呀 哎呀 那我可能是吓着了 那里头就吊起酒 我可能 哎呀嘛 紧张嘞 醒酒嘞 诈胡嘞 见到玩没有这么闹的 诈胡啊你 诈胡啊 警察 你这样 你那个 该你就按 我喝酒了 处理我 我接受一次教训行不行 好了 你该啥啥 你该啥啥 既然你没喝酒 那个今天也没有造什么事故啊 赶紧把车开走吧 不罚管了 爹你只要没喝酒 我们这是 我们这是人性之法 你今天对我 你可以变人性了 好不好 你会 你只要没喝酒 就没有你 白天 你别讲下人倒怪 你这个是啥玩意 我罚点 多少罚点 多少罚点 能不能不摸进 再摸进把车给你拖走 不 你罚点 罚点 说多少遍了 罚款不是目的 罚款不是目的 知道吗 目的就是罚款 不是 是为了让咱们接受教育 你们知道 以后啊咱的爷们都别喝了 对不对 是 警察呀 多不容易呀 这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你说这大夏天 这赶上七月份能有呢 热都有四五十度 站在游击路上就给那指挥交通 而且那尾气排放对身体还不好 咱们给这车里的一乡虎开空调 还这事那事的 到冬天冰天雪地的四十多度 冬那样都有关节炎呢 所以说咱要理解警察 今后呢咱们都守点法 谁也别喝酒了 行不行 不是不让你喝酒 哎 这话说的对 关键是喝车别开酒 开酒 我们也喝车 对不对 是 叔啊 请要您能理解我们警察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再苦再烈都行啊 我们的愿望不是抓多少酒驾 而是愿意当你们的守护者 护送你们安安全全回家 你行吗 好了 哎呀 有机会咱们就啥 素年就说了吧 哪天请你喝酒 哎呀 哎呀 记住啊 美酒可以重蹈 生命不能再来 再见啊 周一 那那个 大叔你那个驾驶证呢 我这有 肯定 这边行车呢 真是这个字啊 哈哈哈 造识者嘛 就是名字起的不好 你给我改改名 你咋给我起的名 好了 不是我给你起 是我名你给起的 你说你起的什么名啊 哎呀 你这造识者给我整个叫造不住 你说这啥名啊 我这 我这是你爷爷起的 我得找他去 找他去 找他去找不着了 哪天我给你改了吧 对对对 爹那个事物处理呢 走 走 你干啥呀 回家 回来 哎呀对 喝车别开酒 开酒别喝车 爹你开我车 啊 你坐你那车 这你啊 上回 你屁我还要 好 好